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巡理会美丽小学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普普国的老师 他们凭着专业的精神来教导同学的英文 我们的学生在今次里面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因为都是有很好的老师的教导 另外就配合了很多校内校外的资源 不过他们从小的时候在低年班就有PLPRW 一个综合的课程去帮助学生在说、读、写各方面配合 另外也有大量的阅读材料 是根据同学不同的程度来选择一些合适的读本 以至他们可以跟着的程度来作出阅读 再加上高年级的时候 我们会配合了这个Drama的Education 来到去配合 令到学生可以在多方面作出这个参与 也都有一个好的语境给他们 在当中来到去从英语的老师 一些外籍的英语老师等等 一起来去武当学习 甚至乎他们会用一些课语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这么大的礼堂里面 去看这个英语的电影 是教导他们情绪的管理 听英文 令到他们学得更加好的这方面 我们的英语老师很好的 配合了我们的外籍老师 他们会设计一些课堂 是跟我们的英语有关之外 亦都会配合了生活 例如是一个煮食的环境 令到他们有得参与 有得说话 亦都有机会去享受成果 通过这些这么活泼的活动 学生的学习和体验是更加丰富的 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疫情之下面授的机会是少了的 我们会通过Google Meet 或者Zoom的课程 来教同学 尽量去帮助他们 在课堂里面有些互动 包括了通过Meet 他们可以讲、听 甚至Netteacher 会陪着我们英语老师 去和一些学生一起上课 没错 疫情之下是会有些多了 很难的 但我亦都听到 有些科目 例如高年班的数学 都会用英文 来教少量的题目 让他们的高年班 最初接触一下英文数 都有这些情况出现 都会帮助学生提升 他们对英文的学习的兴趣 测试和比较 是很好的 学生学一方面是 准备丰富一些 努力一些 也看到学生 今次来说 能够在这里 拿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让他们更加有自信 也是对学习来说 一个祝福来的 对这些老师来说 这个都要感恩 因为老师也看到他们 教学的成果 成就实现到在学生身上 我还记得几年前 我们有个学生得到满分 今次这个同学 也是以一个很高的成绩 来得到这个奖项 要多谢贵机构 也是给他们一个 学习英语的一个肯定 这个是值得继续去补留 和推广的 美临小学的资源 有时很多时候 除了自己内补之后 我们都申请了很多不同的计划 特别现在在香港 去推动一个英语的环境 都推出了不同的计划 亦都给了大量的资源 购买很多的英语的读本 这个也是好的 对于香港 或者对于我们学校的同学来说 如果家庭里面没有太大的资源 他在学校里面 是拿到这个资源去学习的时候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无据疫情 齐创佳积 第十一届 聪明教育电子学习世纪之声 颁奖典礼 明年见 同学们加油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